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大家好,我是Giggly Panda Waterfold Center的Lily老师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二十四节气 中国早在汉朝的时候 就有了二十四节气 众所周知 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为一年 而二十四节气就是表示在一年中 地球和太阳在轨道上不同的二十四个位置 来反映一年中大自然的各种气候变化 历春时节 万物复苏 耕耘播种 雨水季节 消消的雨水慢慢地落下来 天气慢慢地变暖和了 经浙时期 春雷响 万物涨 一生生的春雷 把冬眠当中的虫啊蛇啊都叫醒了 天气进一步回暖 到了春分时节 羊柳一一地扶着 白天和黑夜一样地长 到了清明时节呢 清明时节雨纷纷 这时候呀 我们的春茶也好了 可以闻到阵阵的茶香 在清明时节呢 我们会扫墓祭祖 春游踏青 植树造林 古雨季节也是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种的稻谷开始 蹭蹭蹭地往上涨 到了立夏的时候 可以听到锅锅的鸣叫声 蚯蚓也爬出了土地 我们可以看到在田里的菜 一天比一天长得快 一天比一天长得高 到了小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春天 进入夏天的景象 鸟咸着阴红笑插秧 龙头的麦穗使罐浆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石榴花开的 风外的鲜艳 芒种季节 样样忙 鱼儿鸟儿把歌唱 梅雨萧萧 涨池塘 夏至呢 说明夏天渐渐地来到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听到 枝鸟不停地在树上叫 这时候呢 江南梅雨连绵 一天到晚都在下雨 池塘里的水呢 会很快地长得很满 到了小暑季节 我们呀就明显地感觉到天气变热了 这时候孩子们会吃起雪糕 外出的人呢也会打起小伞 到了大树的时候 大树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 这时候呢 人会感觉懒洋洋的 嗯 喜欢去游泳池避暑 而且这个时候呀 西瓜是最甜最美的时候 到了立秋就不这么热了 暑去凉来 落叶之秋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的叶子 开始慢慢地变黄 落下来 到了畜暑的时候 秋雨一阵一阵 这个时候呀 我们的粮食都成熟了 堆满了我们的粮仓 白露时节 天渐渐地越来越冷 这时候呀 我们好吃的柑橘好了 到了秋分的时候 昼夜再一次一样地长 秋天的时候 我们的桂花树会变得非常非常香 寒露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到了 阵阵的凉意 这时候呢 古人会饮菊花酒 白天和晚上的温度 也会差得比较大 到了霜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露水凝霜 这时候呢 很好吃的柿子 一个一个都红了 枫叶树啊 也变得非常非常的红 到了立冬时节 江水呢 开始慢慢地结冰了 我们有的时候啊 还能听到打冬雷 在这个时候呢 万物都收藏起来 小雪时节 基本上在外面 已经看不到动物了 大家都藏起来 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了 到了大雪季节 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大家都躲在家里 天寒地冻 家里呢 可以闻到我们准备的各种腊肉的熏香 冬至的时候 按照传统 我们会吃饺子 也会炖一些肉 冬至的时候呢 有的地方还会做八宝粥来喝 小寒的时候呢 外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冷 许多地方呢 都会下雪 这时候我们会吃羊肉来进一步 帮自己抵御寒冷 到了大寒的时候 那就是万物收藏 但这个时候呢 虽然是非常的寒冷 但是大家也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欢度我们的春节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然后我们呢 有一位老师 也录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二十四节气的杯子舞 大家点一点下面的链接 可以一起来学一学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莉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